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这个恶魔可真会撩美 故意抱着美女相拥而眠 美其名曰要充电恢复超能力 而就在昨日 她还因为失去能力被凶手捅了一刀 道西和九云中了凶手的陷阱 道西遭人举报被带到警察局 被迫和九云分开 而九云在去践踏的路上 被凶手一刀捅入心脏 九云昏迷前抓破了凶手的人皮面具 她看到了凶手真正的长相 很快她被紧急送医 因为心脏受损严重 医生认为很难撑过今天 道西得到消息后 在警察的暗中帮助下 投流出警局 匆匆赶往医院 道西看到昏迷不醒的九云 情绪崩溃 紧紧握着九云的手痛哭流涕 忽然道西手腕上的印记亮了起来 九云醒了过来 她以充电为由紧紧抱住道西 享受着幸福的一刻 得知九云醒来后 侄子来带道西回警局 看到两人亲密的一幕 神情复杂 道西被侄子送回警局 一直在等拘捕令的审查结果 最终拘捕令被上级驳回 道西被无罪释放 当晚九云做了个噩梦 梦中她看到自己身处一片火海之中 身体被火焰熊熊燃烧 痛苦万分 九云从噩梦中惊醒 十分后怕 野狗帮得知老大住院 刻意送来了隆重的花圈 把病房布置得像是灵堂 九云被气得心脚痛 让小弟们滚开 不要靠近自己五米内的距离 小弟们连忙装模作样的良好五米 齐刷刷地站在圈外 道西突然出现小弟们连忙整齐地喊她大嫂 吓了道西直翻白眼 九云没死 凶手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她告诉孙子 九云看到了自己的脸 肯定会来杀掉自己 她惊恐万分 在家里情绪失控的杂东西 害怕地射缩在角落 九云确实准备要找她复仇 但首要的事情是要恢复超能力 她当晚和道西再次同床共枕 九云一如既往地拉着道西的手充电 道西突然提议 如果两人接触面积变大 充电速度会不会变快 九云一听 有礼伸出手去将道西搂进自己怀里 就这样以充电的名义 两人互相依靠着相拥而眠 第二天起床后 九云抓住道西的手 想确认自己的能力是否恢复 她看到印记短暂的亮了一下 很快又熄灭 九云很沮丧 道西让九云留在家里继续休养 她准备去上班 九云一把将她拉进怀里紧紧抱住 恬求对方让自己抱五分钟 道西出门上班 九云放心不下她 也非要跟在她身后贴身保护 道西无奈只好任由她跟着自己 在路上道西抓起九云的手 放在自己手腕上 让她尽快充电 她不再避讳旁人的目光 两人来到公司 得知之前散播谣言的博主 已经录制视频向道西道歉 为了不留在金库 被当成现刑犯 她与九云和道西达成协议 愿意出面道歉 再加上九云预期的新闻掀起热议 网上关于道西的负面印象正在慢慢扭转 网友们纷纷摩拳擦掌 想要揪出暗害九云和道西的幕后黑手 这下道西的会长之路 再也没有了任何阻碍 同事们还特意准备了蛋糕 进入九云出院 然而彩带被蜡烛燃烧的画面 让九云瞬间想起昨晚的噩梦 九云呆愣的原地 管家第一次从她身上看出了恐惧和害怕 管家把她拉到一旁问话 九云说出实情 因为那场梦 她有了人类才有的恐惧情感 但是九云坚信 肯定是因为自己身体虚弱 所以才会这样 只要等她恢复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管家告诉九云 自己查了办公室里的监控后确认 恶魔说明书确实被人偷走 这也就意味着 偷书之人已经知道九云的真实身份 以及如何对付她的办法 而家应因为九云预期 一直对道西心存不满 她突然来公司找道西 让道西不要再利用九云 毕竟九云为了她 差点丢了性命 她请道西放过九云 和道西谈完后 家应来到门外碰到九云 一时情难刺控 上前抱住了她 道西看到这一幕 心里很不是滋味 家应告诉九云 道西才是一切问题所在 正是因为她的出现 九云的超能力才开始失灵 并逐渐产生人类的感情 家应毫不留情地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九云喜欢道西 但如果九云不立即停止这一切 祸患也远远不会结束 因为家应的一番话 道西难以入眠 她来到窗边散心 不禁想问在天上的周女士 如果她再继续下去 把九云牵扯进来 到底是对是错 恍惚间周女士出现 她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而是告诉道西 遵从自己的内心 为了自己真爱的人着想 道西按下决心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便是召开理事会的日子 九云身体尚未完全康复 她不想道西担心 瞒着道西偷偷吃纸痛药 两人来到公司 理事会开始前 孙子突然叫住九云 也有所指的提醒她 快离开道西 因为所有留在道西身边的人都会死 理事会上 侄子迟迟没有现身 就在众人决定继续召开会议时 道西忽然宣布 放弃继承周女士的遗产 如此一来 大儿子成了唯一的候选人 毫无意外地当选了 其他人都看不透道西在想什么 对此议论纷纷 九云也不理解道西的做法 她向对方询问 为何在关键时刻 放弃唾手可得的一切 道西认为 自己一直活在不安和恐惧之中 她已经感到厌倦了 九云知道 这不是真实的理由 对道西一再追问 于是道西故意告诉九云 是因为她的超能力失效 已经弱到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更加不可能保护好道西 九云愣住了 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 而在不远处 孙子和大儿子都在楼上看着 两人分道扬镳的一幕 嘴角抽动 不久后 凶手在家收到一条短信 称九云的超能力出现问题 最近整日惶恐不安的凶手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侄子看到大儿子当选的通知 也陷入了沉思 昨晚道西找到她 想要辞去会长候选人的身份 从此结束这场战争 侄子一眼看穿 她是为了九云 道西没有否认 她已经失去了父母周女士 她不能再失去亲近的人了 但不知情的九云始终无法接受 道西突然退出 她找到侄子询问理由 还责怪侄子没有阻拦道西 侄子看不惯道西为九云做到这种程度 再也压抑不住脾气 大骂九云 道西会选择放弃 都是因为害怕九云受到伤害 九云立即去找道西 但道西不在家 她来到了周女士的温室里 自言自语地对周女士道歉 这时九云来了 九云希望道西回去争斗 她说了一句和周女士一样的话 道西只有做出对自己而言最好的选择 才是为了她好 道西也很痛苦 她告诉九云 她身边的人都已经死了 九云最终也会因为自己而死 九云却毫不在乎 她忽然冲上前亲吻道西 两人热烈地亲吻着 倾诉着心中炙热的感情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